大家好,我是曹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清炒豆芽 这样子炒出来的豆芽清脆爽口 吃起来也非常的入味 特别下酒又下饭 主要是这样做出来也不会发黄 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欲 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怎样制作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两块钱的豆芽 豆芽我们这里非常的便宜 接下来往豆芽里面加入一勺食硬盐 用食硬盐来清洗一下豆芽 再倒满一大碗清水没过豆芽 选择豆芽的时候最好是选择绿豆芽 绿豆芽的营养比较丰富 而且它的苗比较小 吃起来也比较清甜 清洗豆芽的时候清手清脚 不要用太大的力气清洗 它是比较容易断的 第一遍清洗干净之后 困水拿出来放到另外一个盆里面 清洗豆芽的时候最好要清洗两遍到三遍 把豆芽里面的细菌和杂质给它完全清洗干净 最好是用双手搂着洗 这样不容易断掉 豆芽全部清洗干净之后将它困水拿出来 放到一个大一点的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把洗干净的韭菜 把韭菜切成小段 韭菜切好之后 倒入大一点的碗中备用 炒豆芽的时候最好是切点肥肉 或者是五花肉都可以 我今天准备的是五花肉 把五花肉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肉丝 尽量给它切小一点 这样比较容易熟 五花肉切好之后 倒入碗中备用 准备多一些大扇子切成薄片 片切好之后 再改刀剁成蒜末 蒜末我们可以剁细一点 这样吃起来比较香 全部切好之后 倒入碗中备用 喜欢吃辣的 再准备几个干辣椒段 接下来调个料汁 一勺生抽 少量的食用盐 88粒鸡精 99粒白糖 一小勺蚝油 最后再加入一勺白醋 少量的胡椒粉增香 一小勺玉米淀粉 再倒入一碗清水 硬勺子将它搅拌均匀 提前调个料汁 是为了节省炒菜的时间 也不会手忙搅乱 搅拌均匀之后 先放一旁备用 起锅 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 把五花肉 放入锅中翻炒 把五花肉炒熟炒香 炒出多余的油质 朋友们 如果我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邓邓您发在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呗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的支持 五花肉炒香之后 再把蒜末干辣椒 断放入锅中 开大火 快速的翻炒 炒出蒜香味和辣味 这里要多炒个几秒钟 一定要炒香 炒香之后 再把豆芽也加进来 炒豆芽的时候 我们要开大火炒 那样炒出来的豆芽 清脆爽口 脆脆的非常的好吃 我们开大火快速的翻炒均匀 把蒜末和辣椒 融合在豆芽里面 所以我们要快速的翻炒一下 大概炒个20秒就可以了 不要炒得太久 这个时候 我们把调好的料汁也加进来 把韭菜也加进来 开大火快速的给它翻炒均匀 把韭菜炒至断生 就差不多了 这样不停的翻炒一下 把所有的豆芽炒至入味 就差不多了 如果炒得太久的话 吃起来就没有清脆的感觉 所以我们大概炒个20秒左右 就差不多了 快速的将它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哇 真的是太香了 然后将它盛出来 装入碗中 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炒出来的豆芽清脆爽口 比饭店里面做的还要香 主要是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如果这个豆芽在饭店里面吃上一盘 至少也要28块 自己在家做成本不到5块钱 主要是自己在家做的干净又卫生 如果大家也喜欢这个做法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哦 关注我 还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